好,那最後這個呢,在古典測驗理論裡面,其實這個可以不用講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要講一下,但是這個呢,我就不讓你跑了 好,這個呢,他的意思是說呢 在古典測驗理論,其實我們不管是 IRT或者是CTT,其實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學生的能力跟試體的一些參數,例如試體的難度啦 他的鑑別度啦,等等,不外乎這些東西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學生的能力,那我應該怎麼辦 就拿試體去測他嘛,對不對 好,拿試體去測他就會牽涉到說,我這樣測出來 是不是會有性度嘛,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我試體 內部的一致性的性度,對不對,如果我試體內部的 題目呢,他的一致性比較高,那他的 控把α的值就會高,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如果是 我一份試卷跟另外一份試卷 好,那他也有他相關的性度,所以 性度有很多種喔,這有其他的性度 但是這個我就不教你怎麼做了 好,我們現在做法是這樣,假設有一個人叫 叫David,好,這個人David呢,他有60% 他可以答對60%的題目,好不好 這一題目是跟什麼,跟數字有關的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跟數的運算有關的 他可以答對60%,題庫裡面60%的題目 好,那這個題庫是一個很大的題庫 他非常大的題庫,就在這邊 那我不可能把所有題庫的題目 那這個David要寫這一萬題嘛 然後寫完告訴我說,他有6000題會 這個David也太有耐心了對不對 所以不太可能做這種事 所以我們測驗是怎麼做 我們通常都是出考卷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David的能力是多少 我們在測驗裡面其實我們是不知道 David他可以答對多少題的喔 是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們怎麼做呢,我們從我們題庫裡面去組卷對不對 所以你們老師都會出題目嘛 好,假設我在2008年裡面出了40題 我40題之後我發現 David這40題裡面他可以答對20題 這樣他可以答對大概一半對不對 那我就說他的能力是一半嘛 好,我現在假設呢 這個David實在超級笨 他過了一年之後他也沒有長進 他也只能答對60% 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能答對多少 好,到了2009年之後 我又從題庫裡面找了40題出來 這時候我來測David 他會答對20題嗎 不一定嘛對不對 因為我題目有時候會抽到簡單一點 有時候抽到難一點嘛對不對 不一定嘛 他這時候答對了幾題 28題 而且呢有些題目David會猜嘛對不對 他搞不好會猜對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搞不好答對的題目會增加 所以你看在這一次的時候 2009年他答對了28題 可以嗎 好,這個David真的很笨 他到201年年的時候程度又一樣 他程度永遠不會長進 好,到了201年年之後 我又出了40題給他寫 又從這個題目裡面出了 這時候他答對幾題 答對25 好,這邊要告訴你的是說 他在答題其實會有變動的對不對 我們真實學生在做題目的時候 會有變動的嘛 但這樣會變 所以他有可能是20題 答對28題 答對25題 所以他答對的題數是會有變的 也就是說每一次你算出來 他的能力都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算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平均的能力 可以嗎 所以我們會把什麼 第一次答對20題加 第二次答對28題加 第三次答對25題除以3 所以我知道他的平均 大概可以答對24.333題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好 這一個東西呢 這個會變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們每次都會變對不對 這個會變呢 我們給他一個名稱叫做測量誤差 可以嗎 這個是我們測量上的一個誤差 好不好 我們本身在出事件來量這個學生能力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產生一個測量的誤差 這可以接受嗎 好 這一個呢 這一個24.333就是我觀察到這個學生的成績 他的能力 可以嗎 就是我透過測驗 透過好幾次測驗 算出來他的平均他的能力 或者是其中一個也可以啊 20也可以對不對 這也可以當做是一個low score 那這個 這個 David他真正可以答對60%是他的真正的scope 可以嗎 初scope 那我會發現 初scope跟你量到的scope一定會一樣嗎 不會對不對 你量到的scope是多少 是24.333除以40嗎 對不對 這大概是多少 算一下 有沒有人算數好一點 有沒有人計算機按得快一點 你看我們都有依賴性對不對 這種簡單的算數也不算 0.60832 0.60832對不對 所以也大概約60.8%對不對 所以也很不錯 蠻準的對不對 接近了 好 但是呢 他跟你的真實的scope一定會有差 對不對 這個差是怎麼來的 是你的測量變異造成的 可以嗎 是你因為你在測量的時候 他直接的變異 不過可能有些題目他猜對了 對不對 那有些題目他這一次 第二次寫 搞不好同一題給他 他第一次寫對了 他第二次寫錯了 對不對 他初心錯了也有可能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在古典測驗理論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假設 就是我們的lowscope 就是我看到我量測到的那個分數 其實不是他真正的分數 是他真正的分數再加上我們一個測量 什麼 一個測量上面的誤差 可以嗎 一個測量上面的誤差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假設 所以每次測量誤差長得都不一樣 那我們在古典測驗理論裡面 他會假設你的測量誤差會服從常態分布 所以你每次量出來 有時候分數會高一點 有時候分數會低一點 有時候分數會剛好 都有可能的喔 好 所以呢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真正的去量到 沒有辦法很準確去量到他的true score 我們只能用什麼他的low score 來看他的true score 對不對 所以中間都會有一個誤差的 好 那剛剛有看到 那我第一次出的這個體本 跟第二次出的這個體本 跟第三次出的這個體本 那這體本跟體本之間 你要有性耐度對不對 你要有這些性度嘛 第一次跟體本跟第二次的體本要一致啊 要一致性高 這樣才可以真的量出他的什麼 冷力對不對 他的誤差才會小有沒有 好 所以體本跟體本之間也會有所謂的性度 所以他會有平行的測驗的一個細度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副本題 可以嗎 所以會有這個題目可不可以當他的副本題 他會有他的細度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副本題不好做嘛對不對 那有 而且呢 我這個時間填測 跟過了一個月之後再去測 這個學生的能力真的不會變厲害嗎 會吧 有的時候會吧對不對 有時候補習班補一補他就變很強了對不對 所以你體本題在測的時候 是假設他不會變對不對 可是其實他會什麼 他會改變的 可以嗎 所以呢 還有另外一種性度 他認為副本題有時候不好做 他該怎麼辦 我可能在題目裡面 我就同樣的類型的題目出兩題 可以嗎 類似在同一份題目裡面有副本題 然後我再把它拆成一半一半 所以另外還有一種叫做 Slide Health Reliability 這樣 我不知道怎麼翻啦 就還有這種 那下面還有點點點 還有好多什麼 不同的細度 所以在古典車衣裡面 有非常多的細度 那這些我都不講 我只是告訴你說 有這些東西而已 可以嗎 那你只學了哪一個細度 你剛剛到現在 只學了一個喔 內附一致性 控把阿法對不對 控把阿法越高 是代表題目之間越相似 對不對 越相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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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